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分析的概念是对2021年中共军机从年初到年尾 以及中共的军舰年初到年尾围绕台湾岛 它的骚扰的方向的一种统计数据的一种结果 只能这么说 一种结果 在美国在台湾的国防部曾经列过中共国 如果攻击台湾的话 有四个阶段 所以他认为这是第三个阶段 那第三个阶段它的故事呢 就是攻占 四个阶段的故事呢 是攻占台湾本岛 攻占台湾本岛 那我们看到 基本上我们能看到的故事呢 就是美国政府表现出来的它的虚弱 给习近平一很大的机会 但是呢 你看到拜登跟普京之间的对话的时候呢 拜登表现出极其强硬的 语言上的极其强硬跟态度上的强硬 但是他们一直拒绝避免 一直拒绝跟俄罗斯军队有正面冲突 军人的正面冲突 它完全是美国的任何抗争 都是在回避军事冲突的背景之下出现了 而俄罗斯却是完全以军事挑战 军事冲突的挑战 作为一种筹码跟底线 所以当在这个故事上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这篇报道的话呢 不是很乐观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